中兴生死一线间美参院再加码华为情况更严峻,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附加了参院阻止中兴通讯死里逃生的法案但同时美议员也向总统川普提出了同意放生中兴的条件。 近日有美学爆料,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已远低于市场价的报价,甚至低于成本价的报价,竞争美国荒凉的农村地区竞标信号塔工程引发了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此外,中国另一家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华为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连连遇到麻烦,美议员或同意放生中兴知情人报内幕条件。 据香港南华早报6月27日报道一位熟悉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参议员正在同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探讨有关放生中兴的协议。 这份协议一旦达成,美国会和白宫在数月间关于如何惩罚中兴问题上的分歧,就将画上句号。 这位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这份协议中,提到国会同意中兴通讯继续营业的前提,是中兴的产品用途能够在美国国家安全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 此外,美艺人的条件还包括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中兴的产品,禁止中兴在美国出售。 有可能被用于关键的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软件和硬件。 报道称这些关键的领域将由刚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来,确定消息人士还表示, 作为交换条件美参议员将同意白宫放生中兴的决定,并不再寻求恢复美商务部于4月中旬, 对中兴实施的禁售,令美国之所以对中兴如此小心,只因有前车之鉴。 华为中兴为何在美国农村亏本件信号塔? 27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麦克·罗杰斯·麦克·罗杰斯·麦克·罗杰斯·麦克·罗杰斯前任助理, 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国家安全中心防卫学者Andy Karsa 在美国国会小企业委员会,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关于中兴的听证会上讲述了一件事, 他说中国公司涌入美国腹地已远低于市场价的报价, 在密歇根州荒凉的农村地区,竞标信号塔工程华为,中兴等公司的报价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公司, 甚至不够买原材料的钱Andy Karsa说华为和中兴做这些事情, 不是为了赚钱他们不像其他的西方公司,要受到股东的问责, 这是中共政府的战略性规划,从全世界搜集信息, 而更让我们不敢想象的是,也许在将来发生某些冲突时, 他们能够关掉开关,制造混乱, 这一问题引起了曾在美军和FBI任职的罗杰斯议员的警觉, 他主导发起了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 在2012年,推动国会通过了网络情报共享和保护法案, Cyber Intel Intelligenc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Act, CISBA华为在美加奥德遭起诉或调查问题, 或比中兴更大上周以色列Solarage Technologies简称SEDG公司向德国法院, 提起针对华为的专利侵权诉讼,要求赔偿损失, 以及召回所有涉嫌盗窃知识产权生产的华为产品SEDG表示, 他们正在试图阻止华为在德国市场上出售任何未经授权, 技术受保护的多电瓶逆变气, SEDG补充说,华为正在使用其HDWave逆变气技术, 该公司认为这是其驻转逆变气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赛勒说,为了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们正在对华为极其分销商,采取法律行动, 除德国外,华为在美国,澳洲和加拿大也不太平, 美国国会议员也在敦促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 重新考虑,与华为的合作关系科顿Tom Cotton, 和卢比奥Marco Rubio参议员写信给谷歌首席执行官皮产一Sundar, Pitch 20表达了对华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强有力联系的担忧, 中国处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 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澳洲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6月13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当地政府会禁止华为参加建造当地的5G流动通讯网络, 因为华为公司高层与中共政府有联系, 可能会对建成的5G网络构成安全威胁, 美国6个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加拿大情报服务部门的三位前负责人最近表示,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情报威胁之一起5G技术, 可用于进行远程间谍活动, 恶意修改或卸取信息, 甚至关闭系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访问学者邮伦, Charmoran对BBC表示, 外界忧心的根源是中国去年通过的情报法, 中共2017年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中国公司必须支持, 配合和协作国家情报工作并保护其制导的国家情报工作的秘密邮轮, Charmoran认为中共当局可以按情报法, 要求华为与当局合作, 让中共政府了解华为制造的网络设备, 如何运作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